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兵营比较专业 但是没有关系 我们也双兵营 先把基地动一下 然后再把下面的兵营卖掉 小兵一蹲打掉工程师 这个家伙还在这里放地堡 注意看 这个橙色的他自己的基地被中间的粉色肥手套 本身他第二个地堡只要放在自己的基地边上 再把基地拉起来完全可以守住 但是这家伙有点贪心 你看他家里面那个油井都没占 所以当时我们就造了个兵营 想造一个工程师 但是你看这个粉色 他在这个基地边上已经造了两个地堡 所以说我们那个地堡根本拼不过 没办法 这个油井也只能眼睁睁看着 目前手上还有3000多 上面那个兵营我们赶快卖掉 这回我们基地先不动 先放在这里对吧 把这个框草先造出来 这个粉色他其实跟我一样 也是一个美国 待会他也有闪兵 好我们小兵往前先上去打掉粉色这个兵营 然后矿场放下 对方呢拉那个牛车过来呢 我们就把小兵往后一退 好我们这个牛车呢就准备拿到中间去 因为他呢在那个油井边上有个地方对吧 我们就可以停下来 好按下S键 再把基地拿到家里面来 这个家伙呢拿牛车啊想架我的小兵 这个时候注意看粉色 他直接造了两个飞行兵 因为他前面不像我们 为了去对合那个城市花了很多钱对吧 这个家伙的经济呢肯定比我好很多啊 而且他还有两个油井 现在没办法 我们这个飞行兵不停的逛花园 好继续逛 这样子我们是赚的 一个爱国者打掉对方两个飞行兵 你看这个粉色 还在这里造飞行兵 我们这里还有四个小兵 四个小兵往前打掉他的电场 但是呢他这里还有个飞行兵 注意看中间 来了一个蓝色 这个蓝色的工程师直接过去 站了油井 他还吓得粉色呢把那个框场都卖掉了 我们打掉电场之后呢 来了一个三星小兵 其实当时打到这里呢 这个蓝色我感觉优势非常巨大 他已经有三个油井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家伙呢他直接自爆了 这个蓝色自爆之后呢 目前外面还有三家 一个粉色 下面有个紫色 最下面呢还有个绿色 这个紫色注意看 他家里面造了这么多大头 还有那个大狼狗对吧 一看呢就是个某一星宝宝 正好呢我们造个飞行兵过去 先打掉工程师 再打掉这些大头啊 很容易升那个一星 如果说能把这些小兵呢全部整掉 绝对是升个三星啊 所以我们这个飞行兵继续输出对吧 目前打了一个工程师 加上一个大头 已经有一千的经验了 但是呢这个时候呢 我有点担心 担心这个粉色呢造一个棍子对吧 对方放口没有用 我们有小兵登下 这个只是还把基地收起来了 我们飞行兵继续往上走 对看这个绿色 绿色呢有两个有景 感觉这一局呢绿色优势是非常大的 因为呢这个绿色呢 他是个伊拉克 但是这个绿色呢有一点点 耐不住寂寞 你看到没有 两个坦克 不然想压我的三星小兵 但是没有关系 你看我们是不是啊 又来一个三星小兵啊 这个家伙呢 两个坦克直接没了 这个绿色呢 他其实只要在家里面慢慢的发展 他那个坦克完全就是可以一直呆着嘛 因为他是伊拉克 我们这个闪兵呢 对他一点作用都没有 他可以造辐射哈 然后我们这个三星小兵 准备往前打掉这个电场 这样子我们飞行兵 可以继续去整那个紫色的小兵 结果你看那个绿色 又来了个坦克 什么情况 就是盯着我的三星小兵啊 难道他是这个 我们新宝宝紫色的保护者吗 我们飞行兵继续过去的打这个大头 其实当时呢 我是想造一个围墙 你看这个粉色看没有卡Bug出矿场 但是这个围墙呢 稍微慢了一点点 目前我们这个飞行兵呢 是一星 但是这个血量有点少 最后一粒血 我们继续打这个大头 又打掉一个大头 好先补个电场 这个从紫色的大头加上小兵 好像呢 想过来整我哈 你看这个绿色 又来一个坦克 什么情况 我们小兵赶快过来 这个时候你看这个紫色 大头啊小兵啊 完了 才打我基地 赶快把小兵一蹲 好漂亮 又来一个三星小兵 这样子这个紫色呢 就没什么战斗力了 我们目前手上呢 一定要造个光临棒 因为那个绿色的 万一拿着牛车过来整我呢 我们这个三星小兵 加上这个小兵一被整 坦克一重 我们就点不住了 本身呢 本身呢 我们这个小兵呢 想过去打那个粉色的矿场 但是对方呢 有两个光临棒 你看这个绿色看到没有 又过来了 赶快把棒子放下 这样子 小兵加光临棒呢 绿色肯定也是 不玩过的整我 目前耽误自己呢 还是要把这个 一星飞行兵对棒 练成三星 我们就准备过去打粉色这个小兵 但是对方放了一个棍子 其实这样子我们是赚的 反正这个飞行兵 就剩下最后一滴滴血 留着呢 也没什么用 我们再来一波伞兵 就把它放在家里面 下面呢 我们就慢慢的等了 等这个经济哈 这波伞兵呢 我们就派过来 打下紫色的电场 其实这回呢 我就喜欢呢 赶快把这个紫色带走 因为我有点担心啊 你看 绿色拉着牛车扛伤害 看到没有 他在后排 并里面造了个工程师啊 如果他再把紫色这个油警一上 他就三个油警了 那这一局还怎么玩对吧 所以呢 我们派了一些小兵过来 紫色还放了个地堡 我们打掉地堡 再打掉电场 准备往前打掉油警 但是 绿色有牛车加上三个坦克 我们这个小兵呢 肯定是不行啊 注意看 绿色来了一个头 完了呀 这还怎么玩 这个紫色的还把基地收起来 人家绿色一打掉 他们又来一个一星坦克 三个油警 三个坦克 还有个牛车 这还怎么玩 关键呢 这个绿色啊 他还是个伊拉克 待会只要雷达一出啊 我跟粉色两个人这个闪兵呢 根本是没有用 本身之前啊 我们跟粉色有一点点小摩擦 那现在这种情况 那只能把战术性的握手也好 这个小兵我们先把他集合一下 注意看这个绿色拉着牛车 他想过去整粉色肯定是整不了 因为粉色呢 家里面有两个光灵棒 我们目前手上呢 也是准备再造第二根光灵棒 假如说绿色过来整我呢 我们就把他放下 小兵先往下面走 但是对方这三个坦克呢 一直在这里牵制着我哈 这个时候粉色呢 看他要不要动 他那个小兵要出来 应该是要过去整那个绿色 所以说呢 我们也准备去整一下绿色哈 但是绿色有个牛车 这个苏军的牛车 一旦打多一点小兵呢 也是很容易升星哈 干脆我们就不造光灵棒了 对吧 准备呢甩个船场 只要船场一出造个驱逐间 他下面那个油间呢 就肯定守不住哈 好 船场一放 这个时候注意看中间 粉色很多小兵出来了 绿色他这个坦克呢 也不敢冒着上去压 本身我们这个驱逐间马上就造好了 但是呢 一看这个情况 这个驱逐间不能造对吧 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个小兵 掩护看了没有 待会我们把基地动一下 可以造兵营过去 把下面那个油间给抢了 好 基地动一下 这里还有个地堡 小兵先往前走 这个绿色呢 他现在在操作自己家里面坦克 我们卖掉船场 赶快造个兵营 这个路口呢不能冲啊 你看这个绿色家门口有三个地堡 我们不管对吧 先把这个油警占老友 这个绿色的还来了个三星坦克 现在我们手上赶快的造根花林棒哈 不然这个油警啊 他那个三星坦克打我小兵 打掉之后对吧 又会被他占回去哈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赶快要造一根花林棒 当时呢有点着急 就把这个爱国者卖掉了 这个爱国者卖的呢 比较的亏啊 一会儿呢大家就会发现 我们再放一把伞兵 看一下他的坦克要不要过来 他只要一过来呀 我们就把环林棒放下哈 不过现在感觉我们这个伞兵有点多 干脆的我们还是先甩个船场 应该来讲呢 可以守住他这几个坦克哈 我们这个时候造个驱逐舰 准备把绿色的他那个油警整掉 我们这个驱逐舰一出来 他是没有办法 我们再分一点小兵 跑到那个基地边上 因为基地边上呢 只有营花林棒对吧 好小兵过来 然后驱逐舰他们可以打掉油警 再分一些小兵来到这里 推开绿色拉着牛车扛伤害 三星还看到后排 但是没有用 我们这个小兵比较多 这样子绿色感觉是不是 他就点不住了呀 油警一爆 这个重工呢也肯定点不住 因为我们这里有个三星小兵 虽然说他这里有三个地堡 但是没有用 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三星小兵呢 射程的是比较远的 嘟嘟嘟 对吧 打掉地堡 再把后面这个小兵派过来 就可以过去呢 打掉绿色的重工哈 他现在出坦克呢 也是顶不住哈 好小兵起来 往前一走 对方来了两个坦克 没有关系 小兵直接一蹲 他想压 这里有三星大兵 他没有疯狂输出 然后再往前走 打掉重工 这个时候呢 当时我们没有看家里面 注意看那个粉色 这个家伙呢 甩了个船长 他这个船长一甩呢 其实我们手上呢 是照着光临棒的 问题不大 主要呢 你看这个粉色 来了两个飞行兵 哎呀 他这两个飞行兵呢 正好呢还打我电场 现在没电了哈 赶快呢 我们重新造个空子部 因为这感觉这个油井呢 有一点点保不住的哈 所以说这一局啊 这个战况呢 真的是瞬息万变 刚刚呢 我跟粉色打绿色 现在呢 这个粉色看到我有两个油井 对吧 就过来整我了哈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三国就变得非常非常有趣了 大家呢 都是一个油井 你看这个粉色 还要过来整我 我们赶快补个电场 手上爱国者 马上一毫 好 把他放下 然后再把基地 拿到下面去哈 我们也造个飞行兵 因为你看这个粉色 这个家伙呢 拿了三个飞行兵 只不过当时呢 我们那个爱国者 放的位置呢 好像保护不到 没有关系啊 我们手上还有钱 再造一个就行了 好 把伞兵放在家里面 然后再来个爱国者 打掉飞行兵 然后飞行兵 停在这里 打掉他的飞行兵 那这样我们是不是要赚了呀 对方想打我 我们往后一退 好 好飞行兵 锁定他的飞行兵 但是呢 对方跑了 我们就准备打掉这个驱逐舰 正好呢 也积累一点经验哈 但是这个时候呢 你看这个粉色 又造了个飞行兵 其实这个粉色呢 还是比较有钱的哈 他呢 有两个基地 但是呢 他那个苏军基地的 一直呢 就舍不得卖 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绿色 注意看这个绿色 卡了一个bug 出了一个宽敞 竟然呢 把中国呢 又造出来了 而且呢 他那个地盘呢 全部是围墙 这样子我们这个小兵呢 根本是没有办法过去 你看这个粉色 又要过来整我 我们先把这个残血驱逐舰呢 给他整掉 手上呢 找一个爱国者 来嘛 就等他过来 爱国者一放 好打掉飞行兵 这样子这个粉色 是不是要学会啊 偏偏要过来整我干什么呢 然后飞行兵 准备拦截他 好 给他拿一枪 再来一枪 他跑了就算了哈 现在呢 大家就是慢慢的 要等这个邮警 产生经济了 我们来分析一下 查查这个情况 其实目前呢 我们是最弱势的 因为你看这个粉色 对吧 他有框枣 而且他有双基地 他卖一个基地 可以瞬间到到1500 下面那个绿色呢 就更加不用说 有重光啊 而且呢 他还是个 伊拉克可以造辐射 只要雷达一出啊 我们这个小兵呢 根本是没办法 但是外面剩下两架呢 我们都是要EVR的 这是没办法的 对吧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去看 怎么样去EVR 我们现在去打这个粉色呢 是没有办法打的 小兵过去想打哪个框枣呢 他也有小兵 关键是还有两个电线干 而且我这个小兵 一旦出门的话呢 会被他那个飞行兵整 因为他前面造了很多飞行兵 假如说我们飞行兵也会小兵 他肯定的也会继续造 目前我们这个闪兵好了 这个闪兵放在绿色家里面也不行 因为他有两个铝带车 你看 他现在已经造锅盖 对吧 造了雷达 这个时候注意看中间粉色 粉色的小兵出来 他这个小兵出来 估计是要挪地方 想造重工啊 正好我们飞行兵对吧 出去打这个小兵升级 但是你看这个粉色 他好像又造了一个 来了两个哈 当时呢我们这个牛车呢 就想过去堵住那个绿色的中工 但是这个口子呢好像进不去 注意看绿色造辐射的哈 粉色呢把一些小兵啊 堵在我这里 估计是想过来压制我 所以说我们手上呢 赶快造一个爱国者 因为他那个飞行兵有点多 他有三个哈 我们小兵提前站位 好 蹲一下 然后飞行兵上去捞一下 手上呢我们是敲着爱国者的 就等他的飞行兵过来 不要放上面 等他过来 放在这里 好来嘛 追我 我们往后一退 你看又打掉他一个飞行兵吧 然后呢我们飞行兵 是不是就可以打他这个小兵啊 他现在这个飞行兵呢 不敢靠近的哈 他要是不走的 我们就继续输出对吧 升级 这个什么绿色呢 看到没有 看到我拉了个牛车啊 总想堵他的重工啊 这家伙呢 还造了一个蜘蛛 这样子我们就赚了哈 好 飞行兵 继续马上追到个小兵 然后操作一下小兵啊 打掉这个牛车 这回注意看绿色 铝车来了 他这里偏的带了一个辐射 完了 现在我们没有兵营怎么办 只能造个光临棒 这个小兵赶快往上走 卖掉一个爱国者 对方这个绿色有点嚣张 辐射呢都蹲到我家里面 但是没有关系 手上光临棒 马上一毫把它放下 那么接下来面对这两家 我们该怎么进攻呢 主要这两家对吧 都是素敌哈 好 由于时间关系的上集就先到这 下集稍后发出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